20号为世界的难民日 花联县政府在19号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G230的活动 号召县府以及县府辖下的各机关单位 自发性的响应捐出一日餐费 募得善款共21万3400元 共同推展人机几机人力几逆的关怀弱势精神 展现花联爱无国界的公益县市典范 20号为世界难民日 幻省府在19号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G230活动 号召县府以及县府诈侠这个机关单位 自发性响应捐出一日餐费 募得上唐为21万3400元 县长徐正位指示表示 世界展望会在花联各项镇市都设有据点 生日部落体现社会光华精神 让当今家庭能够有依靠有所温暖 他地区民国101年 输到台风中上花联 休联地区成为中灾区 世界展望会也再次救援行动 一不容此提供协助 庆祝在荣中心 安定保受惊吓的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安排儿童以及青少年运动 以及相关课程 让家庭能够放心处理 再后素养的相关议题 这几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崩华 甚至于今年是特别特别的严重 整个经济 我相信很多的社会团体 或者很多的团体 即使在募款都非常非常不容易 而花莲县政府每一年想应 我们的世界的宝贵的饥饿三食 每一年我们都捐出一日捐 所以今年又比去年多 去年又比前年多 所以我相信花莲的爱 这个饰展感受得到 而花莲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重视社福 以及银法 以及我们附庸的基地 所以在这里真问要谢谢饰展 对于全国乃至于对于世界 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灾难的国家 都能够深入而且进入 去做实质上的协助 我想这个发挥最高的人道精神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敬佩的精神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花莲的孩子 乃至于我们全国的孩子 都因为有饰展的关系得到协助 或者是到世界各地去做国际的志工 这让孩子在服务中学习 看到他人生不同的价值 我相信这对整个生命的启发 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容易的 早早假日饰展担任志工 我相信这是一条喜乐 平安幸福之路 今年度适逢新冲 飞行疫情冲击 世界经济低迷 勿款不易 花莲政府秉持着人道精神的主义 每年都会响应 G230活动 花莲你的爱 相信世界都感受得到 也希望透过各自一举 为世界的孩子们 附设一条平安喜乐 幸福之路 台湾市长务会 李少林副会长表示 每年的6月20号是国际爱明治 感谢花莲政府在节日前续 响应G230 以日间活动 贡献自身的力量 以及爱心 莫得款项将全数投入帮助 花莲在地急难特殊专风家庭 世界展望会 会致力于提供孩童照顾 在花莲服务约有4000名儿童 青少年以及家庭 占市长服务 国内儿童的十分之一 据市长统计 2018年 投出家庭达到26000户 协助逢遭困境的经济弱势家庭 渡过难关 重新拥有安全的生活 G230活动 最近已经迈入31年 重要来凝聚台湾民众爱心之力量 开启国人关心世界需要的行动以及视野 让国内外社会感受到台湾之爱 关火以及温暖 透过民众的爱心捐款 援助国内外天灾气候变迁 战火暴力冲突 粮食短缺 国内特殊状况等等 救援以及主机变弃全世界 期待终于快乐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